全世界最大的夜市吃到撑需要花多少钱 我是李星勇 现在我在摩洛哥马拉喀什 据说马拉喀什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夜市 我们试试看在全世界最大的夜市 吃到撑需要花多少钱 摩洛哥这里也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 但最近这个国家风平不太好 因为充满了各种坑 各种阿拉伯人的行为艺术 各种坑各种县 据说是来摩洛哥没有被坑过 就不算来过摩洛哥 这边和黑非洲那种直接抢劫有点不同 但人家是笑呵呵的 笑的脸把你给骗了 把你给坑了 但又别摘了 天还没黑了 就感觉要买全是沙子 走路都可以吃进嘴里面土 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走到这一片开始养起了沙沉暴 沛洛哥这个经典的这个本地服饰 就是一个水旁的一个造型 看得不错 Are you hungry? 北滩? Yes, hungry Let's do mishy mishy OK 这是卖出来的 坚果 好啊 6个 坚果条 坚果条 花生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绿颜色的 像这个 像这个台浅一样 嗯 不好意思 Thank you 这是卖这个果汁的 啊 啊 这还先给我尝一尝啊 I know 没尝 尝一尝尝一尝 这还没尝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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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配的 你也没尝一尝 还配点什么水果 就说感觉喝不出来什么味道呢 这个是各种果汁 都在一块 这个绝命毒是调出来的 which one makes watermelon and papaya watermelon and papaya papaya, mango, banana, banana, banana 啊 啊 因为一堆东西货起来了 啊 去去去去去去去 I pay for you I pay for you one hundred Change money 啊 yeah yeah okay 哈哈哈 sorry sorry 哈哈哈 yeah b 哈哈哈 啊 我啊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谢谢 我来之前看那个网上的评论 实在太差了 所以说我 内情比较警惕 我刚才以为他给他一百块钱 他不找我钱了 他把我这个当成失败了 所以说不能有太多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啊 不能啊 不然就丢脸了丢脸了 这天鹿还是蜗牛 看得像蜗牛啊 这个感觉到暗黑啊 这个 你看蜗牛两个触角 完了还有嘴巴 这个真的是 hello this one piece 哇 这是暗黑蜗牛啊 小蜗牛 哇 这还真是啊 这蜗牛的脑袋都出来了 还有两个触角 这个是蜗牛的触角 还有脑袋 还有 还有它的肉啊 一开始我以为是甜的 我没想到蜗牛 尝尝啥味道 咋形容呢 有点恶心 然后下面有点苦 但是这个油 但是这个整体也放的胡椒了 辣辣的 胡椒口感 然后有点腻 有点黏 这个的话口感比较松 这种感觉面面的 比甜多面一点 看这蜗牛太多热闹啊 小姐全是 老少姐爷 男女老幼啊 下面的有点苦啊 我估计是他没内脏了 你要把下面这个去掉啊 把这个下面去去掉 这个是苦的 后面才知道啊 这个只有下面这个能吃的 有稍微有一点点肉 鼻涕的口感啊 它不像那个田螺 田螺的肉特别紧 这个的话 有点这个鼻涕的口感 稍微有一点黏 可能这个蜗牛 蜗牛这个运动量比较多吧 在路上运动 它需要这个黏一点的润滑 啊上天了上天了 这感觉 花钱买的 咬着眼也要吃完 但是 但是我感觉现在多吃了 吃多了 多湿起的这个味道 也还 也还可以 也还正常的啊 好 消灭完了 消灭完了 它这里面还有个叶子 这叶子应该调料调料啊 什么薯叶什么 或者香叶什么的 尝尝这叶子 感觉像我家手吃的绿花袋 这个感觉 是家长什么 啊 焦替用碗 哇 这蜗牛汤啊 这个汤怎么说呢 就闻的有点像那个干水 然后有点像下水道的味儿 然后呢 有点有点恶心 但是有个胡椒味还可以啊 那解腻解腻 哎 出来玩嘛 我从来没觉得全世界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 或者是不好吃的 为什么人家能吃你不能吃呢 只能说明你吃的少 胃里没打开 所以说 兄弟们 相干为敬啊 相干为敬 哎呀 有股中药的味儿 这边里面放啥调料呢 多吃两顿 我觉得我也能跟本地人一样接受这个啊 这个据说是摩洛哥的国菜 打街小巷 老少计仪 来了 这大哥一看是每天喝汤啊 感觉这个羊气特别臭啊 yes 这羊肉啊 这个 来个这个把罐羊肉啊 看的不错 就这样 你跟我说一罐肉半罐肉 你就给我倒出来个这啊 这个有点 上刀受骗的感觉啊 it's very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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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咱俩够吃呢 不够吃了啊 咱俩有点味吃别的吧 这个有点上刀 雅包洗手了 算了吧 吃吧 对 还有柠檬挤太多了 一个少计价的柠檬就更好了 一般本地人是不拿择手式东西的啊 因为这个左手是圣洁的手啊 圣洁 圣洁 非常圣洁 但是我左手又拿 右手的手机啊 所以说 凑个凑个凑个 I want 170g ok 170g ok 这羊头看的不错啊 71个 71个啊 看的可以 满味儿 这是我们的头啊 这个羊刷牙没有 不知道 啊 这是我们的羊头啊 这看的可以啊 就这个牙齿有点黑啊 牙齿有点黑 你看这个刷牙没好好刷 应该拿电动牙刷 放棒的一人一半 我我左脸你右脸 一个脸的话35 相当于20多人民币吧 妈呀 这牙齿 牙齿都松动了 没好好刷牙 这个牙垢还是在的 这吃草看来 看来吃草对牙齿也不好呀 还要青刷牙 这个脸里面是什么 看看耳朵里面掏干净没有 耳朵里面是可以 有一点点耳毛 但身体来说还可以 捞起来 狼狼的就有点腻 稍微有点腻啊 这时候 这时候可以跟他来个舌吻 这个时候 怎么说呢 到位到位到位 这个味道 卡卡的不吃薯食就吃肉 这次 猜猜 Spicy 味道绝了绝了 这羊耳朵感觉薄烤的 不是太干净啊 但感觉还行 哇好腻 羊耳大水油 你尝尝特别好吃 尝尝 口爆油 这眼睛看咋吃 眼睛就直接来点眼药水 再点眼药水直接吃吧 我觉得人类真残忍 羊那么可爱的东西 怎么可以直面吃 羊糟谁得谁的 乖乖的 又没伤害你 真好吃 再搞点啥 这个地方卫生室也是有格局啊 这个像不像二十年前在农村的那个 这能擦干净油吗 可以凑合 尝一下这羊脑 跟果冻一样有点有点腻啊 有点腻 不行这羊脑吃不了 太腻了 就吃腻有点多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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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弯弯羊头为什么要收费呢 那羊脑是羊头里边的啊 为啥要收费 no one head together啊 啊 啊 我得硬害的 no it's tangie 啊 养脑还额外收费 这是20的 20的 就是20的 你 不是 你 是不是羊 是不是羊脑 是羊脑不该收费啊 这 不是不是 这个就对了嘛 我就说钱不应该多给嘛 记错了吧 让老外觉得摩托哥坑人 你这不是开玩笑 好美国 好美国 我是你的名字 养老喝腻了过来搞个湯喝一喝 这汤才四块钱 看看能不能解腻 这汤的话是这个番茄 银嘴豆还有这个面条 面条倒是糖 这个喝完之后感觉就胃里边感觉挺舒服的啊 可以可以可以 再来了几个甜的啊 这不知道甜的啥 还有这个椰枣椰枣可以 就甜的油炸的面 然后上面抹的分泌 椰枣啊到哪都有椰枣 它是super sweet 有甜的 怎么样 你喜欢甜的吗 我喜欢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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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试这个 你喜欢吗 这个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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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味 这个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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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还有烤串啊 看得不错 哎呀先不吃了 明天再吃 网络上谁说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夜市来着 这看这个中心的这一片 实际不大 它就一个足球场大小 这外面有点很热闹啊 这个人山人海啊 这个今天还不是假期 今天这个是正常日子 表演开了啊 有表演的 哇看来我理解错了 还有这么一大片呢 哈哈哈走出来看来才是啊 夜市还没开灯的 四面八方全是四个方位 这个是玩你的骗局啊 还在搞的 哇 这还有一个小朋友讲故事呢 看起来像讲故事或者相声之类的 这里还有人养鸡啊 养鸡啊 养鸡 这个国家的夜市就是五花八门 这大爷在吹啥的 吹得不错啊 我这看了半天了 谢谢 小笛子啊小笛子啊 它这个灯比较有设计感 你看这个这是个什么灯 漂亮那个灯 原来是我格局小了 这里才是夜市的真面目啊 我真的格局小了 格局小到感觉人人都想坑你 格局小到感觉这个信息都是假的 所以说很多事还是要工心啊 工心才知道啊 再来个摩洛哥的国民饮品 薄荷茶 这个就是茶叶呀薄荷呀 还有糖把它和到一口 它就是那种贼浓的那种茶叶 贼浓贼浓 就比如说咱充个五百毫升的一个茶 茶 他大概就弄这么一小杯这种 这种浓度啊 一杯提升些脑 两杯金枪不倒啊 三杯就归西了 太浓了 不行总感觉今天这个喝完茶之后 又有点饿了 好像没吃的了 来个这个吧 来个灵魂成长 还给洗一下呀 这个可以啊 这个有格局 还会不洗 有点脏啊 灵魂成长 哎呀 用几个 用了挺多啊 这桥子好大啊 还是这大爷有格局 这又又切一个 这大哥啊不好意思 哇这大哥有格局 他卷一个造型啊 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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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块钱值了 三块钱啊 五六三十三块多啊 这大哥觉得这杯没满 又给我压力啊啊 来补充一下 太有格局了 嗯 吃开了 嗯 喝完了 嗯 哇一口又喝完了 出来了 你是属啥的你是 哦好喝 太渴了 吃不了了 刚才吃那个羊肉太腻了 你是属腾的里沙漠的 属骆的 哎 晚上不宜吃太多啊 买水回去睡觉吧 就这样 今天去市场去逛的时候 我其实报的心里面的想法就是 网络上看过太多信息 感觉摩洛哥整个地方都是坑啊 就抱着很警惕的心思 但是今天下来也没遇着什么坑啊 一个地方他知名了 他确实容易说是呃 有更多的好的评价和坏的评价 那往往来说这个坏的评价 它会传播的更为广泛 因为这个是评论和转发的焦点吗 整体来说这个国家虽然说预坑率 会高那么一点儿 但是并没有特别高特别高 整体来说9乘5是没有问题的啊